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也回应了对于利比亚模式解决朝核问题的看法 陆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 我相信你从没听说过中方赞成利比亚模式的说法 我可以再重申一遍 中方一贯主张所有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均衡解决各方关切 包括朝方正当的安全关切 而对于朝鲜副外相在谈话中警告或取消昭美首脑会晤一事 特朗普透露 招美两国官员仍在为下月的会晤做准备 特朗普说 他们一直在谈判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他通过新闻报道阅读了朝方的声明 并和韩国有过交谈 特朗普表示朝鲜没有发出取消会晤的信号 如果会晤举行就举行 如果不举行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我们可能举行会晤 也可能不举行 如果我们不举行 那将会变得很有意思 我们等着看看会发生什么